6月20号通车的郑鱼高铁顾名思义从河南郑州到重庆 以前8小时车程缩短到4个小时 街上原有路线从重庆到北京也只要7小时 大陆媒体测试在时速超过300公里行进间 车上立着一枚硬币也不会倒下来 这被认为是凸显轨道施工精度 每动一根轨整的一项数据 就会影响到与其相关的其他参数 意思就是我们把这相互关联的八项数据的偏差值 都要控制在0.2毫米范围之内 跟开通新路线同样受关注的是北京丰台车站扩建工程 20号起这座百年历史的车站成为40万平方公尺 号称亚洲最大的铁路客运枢纽 建筑面积约等于56个标准足球场 拥有32条立体化的轨道 每小时容纳14000名旅客 大陆媒体更强调这是一座绿能建筑 每隔不远的地方就会有这样一个俗称叫做导光馆的装置 那么太阳光通过这个导光馆的装置 可以被导到我们地下的下面一层的后车大厅 除了新路线新车站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同样更新的还有北京到武汉之间的高铁 20号开始加快到时速350公里 以后这两座城市间搭车也只要不到4个小时 TV新闻 肖映强 庄志伟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